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接下来一位咯 我要接你 你等久了 来 我记得你这个字 柳爱 柳爱你看麦 柳爱 杰克晚上好 柳爱妹妹你好 安安几岁哪里人 安安28岁马来西亚华人 在新加坡生活 祖籍在广东 哇好清楚啊 马来西亚妹子在新加坡生活 祖籍在广东 28岁 28岁的妹妹 好 柳妹妹我本家柳妹妹 柳妹妹你好 来你想说什么 嗯 我有一点困了 所以有一点忘记我为什么要上麦 你有点困了 你忘了要什么上麦 哦是这样的 是呃你的抬头 就是前前面那一趴我不懂 就是两岸那一趴我不懂 嗯但是后面那句话 我是有一点有感触 是你这一个问句 这条问句在我的家庭 我的家族从来都没有过疑问 就是从我的原祖 嗯 到我的太公到我阿爷到我到我爸到我 我们其实就没有过什么这种疑问 那我的 就是我爱我的祖国 祖国到底是哪一国 对对就是我的祖辈他们一定是 就我太公他们一定是认同 呃他们的祖国是中国 那那个时候最具代表当然是民国 嗯嗯 因为他们当时呢就是我的原祖他 呃从离开广东到南洋是为了谋生 嗯嗯 他到了他后面的几代人的心 呃想法都是如果我 有有赚到足够的 呃钱 我还是要回到 呃他们叫回到唐山去 就是回到中国去 嗯嗯 始终都是觉得呃我在这边 小富吉安那我客居在这里 始终不是一个长久的打算 他们都是想要回到中国去的 呃到了到了 呃二次大战的时候 我的家族有过一次呃离散 是因为战争的原因 呃我的太公他呃在战争 就是马来亚沦陷之前 他做了一些部署 把我的族亲呃一些街坊 小方设法就是尽可能转移到 大概他的部署从香港沦陷开始 就就在做这个部署 就是能去到多远就去到多远 这些族亲就去避难 嗯那很快马来亚也沦陷 嗯那他自己留守 那这段时间其实是非常混乱的 直到战后日本人投降以后 我们家族又重新团聚又重新 就是reunion之后 嗯 不是你开题的那一张图 我刚才有去补课你开题的时候 嗯 有一张是四五年 对对对对 新加坡他们举出来的民国的国旗 对中国 那个时候的马来亚也是这样的 嗯就是当时英国人还没有回来 呃我的祖辈他们也是很拥护就是民国的 嗯 嗯 呃后面到了 呃到了 呃就是马来亚他独立之前这一段时间 那你们叫做中共已经见证了嘛 嗯 呃这个时候好像大家就有一点 我家族内就开始讨论说 呃我们现在一个唐山有两个代表这样子 而目前呃就是其中一个是呃战败的 另外一个在国际上还没有获得非常广泛的承认 嗯 那究竟我们未来最简单就是他们重新做生意的话 你的侨会要不要寄回去啊什么的 嗯 他也不是说我要选一边 他就是说我最现实我经商上面包括家乡建设的一些事情 要给一个大概一个一个内心你要有一个认同这样子 嗯 那这个时候我的呃博祖父和我我我的几位博祖父我的阿爷 他们的结论就是他们当时非常现实非常务实就问说我们的那个主词在哪里就是我们宗词在哪里 在广东 广东在哪里广东在唐山唐山在中国人手上吗在 那么谁能够守好广东我们就follow谁 哦 他们的观点就是你的家乡在哪里 那这个当局能够守好你的这一寸土 守好你的乡亲 嗯 那么我们就follow他 因为他们从呃民国广东一直都是一个很多发生很多事情的地方 嗯嗯 嗯 从追随呃追随国父革命开始 嗯到后面呃呃呃那个叫国国民什么北上呃呃 糟糕 北伐 中国的英国去找我几个国客 啊对北伐 呃对对对对 然后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军阀姓陈的那个他他当政 陈 陈什么忘记了 陈 呃 陈 陈 忘记一个军阀 后面就被日本人占领 在后面就是光复嘛 在后面中共建政 就是这么长的时间 这一块土地发生太多事情 而我的祖辈他们自从到了客居的地方 想要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这件事情等了太久了 真的等了太久了 所以一直以来他们内心始终是认为说 我的祖国是中国 那马来亚后来独立以后 马来西亚成立之后 我爸我我这一代人 我们生下来就是这边国籍 但我们内心非常清楚 我们的文化认同和我们的公民身份 这两者其实并不冲突 而且我们内心都非常非常的尊重这个状态 就是这么简单 你需要尽你的公民义务的时候 比如说大马他要征召我 当然他应该不会 就是他要他他比如说他要征召我 或者说我要报税 我要有什么这种民事的这种申报啊什么的 我还是要在大马做好我的公民责任 那我认同我的文化这件事 其实跟我的公民身份 其实不是说我那么split的 这是我的感觉 那我这一代人相对于我祖辈他们的乡土观念 已经相对没有那么浓厚 其实有时候我也是听故事听来 也有时候试着去理解 为什么他们能够那么认同自己的家乡啊什么的 就是我会想方设法 因为中间隔了太久 又是转述的这种形式的 所以那你讲 不好意思那刘妹妹我问你 那你自己个人包括你的上一辈或上上辈 你们现在都还有对祖国的这种认同 就是心里面的这种认同观念吗 感觉 我只说我这一辈 我的大哥他去先后在英国跟美国读了书之后 就是他完成学业以后他入了美国籍 他我就不太就是比较少比较少讲 那我跟我姐姐就还是会有特别的情感在那边的 而且我的小小学的一趴中学的一趴是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念完的 对所以这可能是就是有助于我更更深刻理解这种感觉吧 对然后我爸爸他其实他是转型的一代 因为我爸爸是我阿爷最小的儿子 他其实更多的是怎么样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在那个时代他他有他自己的角色 就是我其实有跟他大概不深刻的聊过这个事 那他也是对于我的华文的要求非常严格 他就是如果我们家的人如果华文讲不好 他最常讲的两个字就是该答 你讲的很好 你讲的非常好 那么开心 嗯不不不应该的 那个刘妹妹我问你哦 您刚刚讲应该是你外婆吧 还是谁跟你说就是 呃你们老家的那块地在哪里 比如说你说在广东嘛 那广东那里是谁守的 谁守好广东那个地方 那你们就认同谁 对不对 你刚刚这样讲 但是如果这样照你照你外婆吗 是你外婆是不是 是是我伯祖父 就是我我爷同父一母的兄长 好OKOK 照你照你祖辈这样这样讲的这个这种论述 那现在台湾人 他们认同台湾现在这块土地 就认同中华民国 他现在是守好台湾这块土地的政府 那他也有这样认同的理由啊 就完全 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两岸 这这件事情 就是当时他们的当时还没有 就是这么复杂的一个局势 他们当时只是说 嗯 呃处在当当时的那个环境下 然后他们会 对他们重新建立家族的生意 和他们未来建设的方向 要有一个思考 然后他们为了能够 哎用你们的话讲 就是什么获得什么最大 利益 最大公约数 公约数啊 就是让最让最多的族亲能够听得明 就是是什么意思这样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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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了解了解 好没关系 妹妹你继续讲 没有我讲两岸的事情 其实我不是很懂 就是看到你后面那个 那那一句问句 呃因为我也非常反感 有一些人会给我呃给我去贴一些类包啊 就是什么中华教那些就是对是什么消费工什么那些 就是其实你贴你你贴就好 其实也没关系 对于我来讲我也没有什么损失 你贴尽管贴 嗯那我对着我的祖先对着我的家人对着我的长辈我我非常坦荡我还蛮开心的那我对着我的就是国籍所在国的同胞我也是很坦荡的 嗯我觉得而且这两个地方现在关系非常好大家一起就是一起赚钱发财不好嘛 嗯很好很好那个我我请问一下你们马来西亚哦是不是有也有分派你刚讲中华教嘛就是比较清清中的一派对不对就比较清中的这个好那另外一派叫做什么 另外一派 另外一派就是清native那个嘛 呃不晓得哎 我不知道就是他们他们为什么叫你叫你们中华教这是有个负面一点的词对不对 我不懂啊不懂我不懂为什么呀 嗯不懂为什么好没有关系那我更不懂 对啊好没事但我听过这个字啊好像是负面的意思啊好那那个是有一点那种他要有一个contact就是他要有一个上下那种环境他他有的时候他只是讲一个就是讲校 啊我看到牧羊犬 中华教对牧羊犬我想到了中华教对牧羊犬网友留言我看到了 不也不是就是有一有一派是就是很 就是很讲究你要放掉你的那个identity的那那个嗯也不是牧羊就是就是 你就是马来西亚人你不是什么其他的族什么的那那个我忘记那是叫什么哦好好 ok ok 嗯没关系好那妹妹你还要说什么吗 嗯 就是不要贴标签呀但是你要贴标签我也没有那么幼稚就是贴过来什么我就被推到左边贴过来我又被推到右边 哈哈哈大家都成年人不会说你贴一个什么给我我就那么介怀对吗就大家成熟一点理性一点大家一起合作发财多好呀 对啊很好没错都多赚钱好不好赚世界的钱而且不要贴标签贴了标签也也不会改变不了你这个人啊难道贴了我老男男的标签我就会变老吗 不会啊不会啊对不对哦你还是很厚生就是很年轻的对啊我是我是官方认证的青年好不好我就是青年啊哦那恭喜你 不用不用恭喜我们都是青年好不好一样哦好好那那谢谢你啊刘妹妹谢谢谢谢你的勾引啊好的好的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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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好来好来谢谢YT的斗内哦谢谢黑烂本人在美国近30年最有资格讲疫情开始我们赞美华人就从了成了到处被攻击的对象华人莫名其妙被骂被打被推下铁轨压死哎真的哎那个那个好好危险哦 事上两个月有三位留学生走在路上被枪杀这位墨西哥人你是闭着眼睛说瞎话吗好OK来 那个下一位